現在才知道 洗衣毒用無法逃 金美美 是 我們現在每個家庭 每天刷刷洗洗的過程裡面 用的都是化學藥品 對 包括洗碗精 洗衣精 洗髮精 沐浴精 牙膏等等 那這一些不知不覺之間 都會透過皮膚透過吸收 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好可怕喔 因為你知道在家裡 不管是吃的還是用的 其實很多這些產品 都是媽媽在決定 那我們都希望 能夠好好照顧我們的孩子 或是照顧我們的先生或家人 但殊不知呢 我們可能要 好好的仔細的思考一下 我們選擇這些產品到底 對我們的身體是不是有害 還是能夠造成我們很多的便利性 好 我們今天也要一一的來檢驗一下 是 先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歡迎Nina 歡迎群蜂 歡迎羽柔 歡迎羽柔 大家好 好 那今天我們也請到兩位參加 第一個當然每一次要檢驗的時候 我們的化學教授 吳教授就會出現 吳教授 吳教授 吳教授好 第二個是醫藥記者好朋友 蘇謙 好 根據美國的報導 他的家庭每一年每一個家庭 他所用的一個化學藥劑 有六十三種 我相信耶 因為你看包括憲哥剛剛除了講的 這些生活用品之外 還有我們的保養品啊 什麼身體乳液啊 那這些藥品它對一些人體的影響 我們以前就說 你直接吃下去會中毒會死掉 對 所以都不在乎那種皮膚會吸收的 沒錯 其實 對 兒童每天在地上爬啊 這邊咬啊 這邊吃啊 這邊舔一下 所以小朋友中毒機會最高 對 像我們平常用的這些東西 大家可能沒感覺 想說是有你們說的這麼恐怖嗎 是嗎 但是其實喔 你有沒有想過啊 有的時候你可能像我們現代人 為什麼常常皮膚過敏 對 呼吸道不好 是 可能都是跟你選用的 這些產品有關係 都是間接慢性中毒 沒有錯 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 是什麼啊 經就是經過的經 皮就是皮膚的皮 經過你的皮膚吸收的毒物 對 就是說我們以前都是忽略的 我們以前就是說摸一下 那我洗一下手就好了 我們以為這樣應該就沒事嗎 對 我想媽媽很多知道 你在廚房裡面過年的時候 稍稍洗洗 然後噴一噴 然後水沖一下 乾淨了 其實有沒有乾淨 沒有 完全就是在空氣裡面瀰漫啊 那你小孩子去摸到啦 稍微去摸到以後 就透過你的皮膚吸收啊 最近奈米 奈米也不行嗎 我跟你講沒有奈米 還沒有那麼嚴重 奈米的皮膚吸收更快 像你們女孩子的一些化妝品 以後要特別注意奈米 奈米一抹下去以後 本來不是奈米 你沒辦法吸收嗎 對 一抹下去馬上吸收 然後經過血管 我跟你講本來沒有吸收 要一口氣 可是都是奈米的 還比較貴耶 對 因為就說它好吸收啊 對 所以我要請問素清 精皮肚 到底是什麼精皮肚 精皮肚 簡單的說 以前我們常認為 毒物一定是口服吃進去 才會吸收嘛 對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事實上有些東西不用吃 你把它塗抹啊 暴露啊 這些毒物都可能 進入你的身體 這些化學物都可能累積 其實最著名的一個個案是 在前幾年的英國醫學雜誌報道過一個 讓大家非常的訝異的一個消息 那是一個非常常見的沐浴用品 就是很多的媽媽 習慣讓小孩用自己的 一樣的沐浴品 那後來他們就陸續有幾個小兒科 發現案例 就是有一些小男生呢 他明明是男生 可是他卻是有 對 後來他們去研究就發現 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使用了媽媽的 這些沐浴用品 尤其是他們發現有兩種精油用品 可能跟一些小男生發展出磁性特徵有關 一個是什麼是 大家很常用喔 現在也在講為什麼 有些天然 它是 其實是天然 它是薰衣草精油 第二個是什麼 是茶樹精油 薰衣草精油 的沐浴產品 所以他們就在想說 是不是這些東西 其實對我們來講 大人皮膚其實結構 是相對比較 比較厚人皮嘛 可是小朋友呢 他這些比較薄的皮 有沒有可能他吸收量是大的 所以他開始知道說 其實真的這些東西會精皮吸收 那你知道 你剛才講說 除了沐浴乳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會有 像 日本曾經做一個研究 他們就讓那個小老鼠 吃這個清潔劑 一天吃不多 吃零點一公克 零點一公克的清潔劑 吃十四天之後 就發現 小老鼠的 但首先從哪裡開始有問題 它的結腸 直腸 大腸 就開始有潰瘍跟發炎的現象 然後再往上走 它的舌頭 舌頭開始變得粗糙 胃蕾開始變得不敏感 胃蕾也出問題 然後他們甚至認為說 人類在長期暴露這些東西情況下 可能你的神經的中處有問題 所以你可能變得比較 遲緩啊 你的思維比較沒有那麼敏捷 所以漸漸又發現 這些環境中暴露的這些毒 不一定經由嘴巴 從你的皮膚暴露 就可能影響你的身體代謝 到沐浴乳 對 沐浴乳 就很多大家之前 不是一直在討論說 沐浴乳其實沒這麼好嗎 不過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說 因為像剛剛有提到 媽媽一定是每天都要打掃的 所以你們在用這些清潔劑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曾經有造成過什麼傷害 還是你覺得這個真的挺不好挺傷的 我覺得是因為我之前有養狗 然後狗那時候他教牠大小便的時候 對 那時候初期 然後牠就是會到處亂尿尿 那尿尿你房間裡面 就是房子裡面就會有那種尿騷 對 結果我就看了一個節目 他就說如果說你要去除這個異味 然後讓小狗學會不在這邊上廁所 你就用 我家也用這一招 對 然後我就是每天 就是用西式漂白水 然後這樣擦地板 就是這樣直接蹲 就是在蹲在地板上擦 對 然後我就發現 我就覺得是不是因為牠太刺激了 刺激我的手 然後我再從那次開始 我就不敢再用漂白水 連衣服我都不用了 那我們接下來來問一下 是步入中年的裙風 牠很會在旁邊碎碎一點 剛剛你那時候奈米 他就說三毫米會不會好一點 很冷耶 所以你平常打掃應該都是老婆的事 你會接觸到清潔劑 做家事嗎 不要 你看我怪你 你才把大家都用一樣的眼光看 所以你們眼光不一定是準的 像我會洗碗 我會擦地 怎麼可能 因為擦地那種粗重的生活 工作幾乎都是我跟原本的 一般會 因為我老婆腰開刀 腰不好 所以這種 蹲不下去 你現在一定很期待 我說好體貼這樣對不對 你還沒講 我偏不說 不然很難接耶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些東西 就是用到不好的 會讓我身體有一些過敏的產生 所以你之前在接觸 清潔劑的時候 因為我也不戴手套嘛 所以手會有一點那種 男生戴手套有點怪 會抽抽那種感覺 像沐浴用品的話 因為大家其實前陣子 一直在討論說 像那種沐浴乳 好像也會間接的就是 因為沐浴乳很多 因為我聽我朋友講說 沐浴乳越貴 它裡面的化學成分越多 對 所以洗起來 因為我之前洗 都會身體會癢癢的 是 因為我有過敏的體質 有的人會 後來我就買一些比較粗 比較粗俗的東西 洗起來 就不太會癢 水晶肥皂直流味 不是用肥皂就是比較 因為之前我們去剪頭髮 剪頭髮的人說 你就用那種便宜的 會把你的頭髮保護得很好 對 真的 因為我們買那種一大瓶 才三百塊而已 對 就洗起來 頭髮越來越多 你說洗髮精神 越洗越多 你敢洗喔 你這是講給憲哥聽的 這是真的 現在憲哥已經來不及了 用那種一瓶一兩百 一瓶一兩百的那種 他說抗油 但是洗完過沒多久 還是全... 整個頭髮都是油的 真的嗎 反而真的啊 你要小心耶 怎樣 頭髮嗎 你知道我以前在板橋的時候 你說 頭髮很多喔 然後去外面給人家裡頭髮 那都用那個很便宜的 幾瓶幾瓶的對不對 對... 那剛開始沒注意 後來有差不多一兩個月以後 有一次我在洗頭的時候 怎麼掉頭髮 掉了差不多五六十根左右 以前從來沒有 我們一般掉頭髮正常嘛 十根二十根正常 對... 掉了差不多三倍四倍 就來不及了 就開始一直掉... 掉到現在 沒有 你這樣掉頭髮 搞不好是身體的體質啦 沒有... 那個... 洗髮精的問題嗎 對 還是要小心 我跟你說 你是很難想像 憲哥滿頭髮的樣子 他以前頭髮很多的時候 真的很像那個外國混血 真的很帥耶 沒有錯... 所以現在回歸台灣了嘛 不過這清潔劑啊 真的大家都要接觸到的嘛 像雨柔現在還未婚啊 所以你接觸的機會也很多 你還未婚喔 對啦 我看起來是雨婚嗎 對... 沒有 而且我又是潔癖很嚴重的人 所以我就是一定到人會洗廁所 因為洗廁所你就不會想說 就用清水洗衣 一定會噴一些什麼 一定要劑劑什麼 然後又會有香味 可是而且我噴完之後 等它軟化之後 我一定是跪在店上 刷那些東西 真的假的 你們今天... 真的假的 真的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欠揍 然後就因為長期下來 就開始會起一些很小的水泡 皮膚啦 因為我也是就是 不會帶手套什麼去接觸 然後又是跪在店上這樣刷 然後像家裡的地板就是 水裡面一定會加清潔劑 然後清潔劑不是會有很香味什麼 我就覺得那才叫做清潔過 對 然後你長期這樣弄下來 就是我跪在那樣擦啊 然後腳可能長就會長一些 紅色紅色一塊一塊的 可是也不會說養還是什麼 就是會過敏 對...就是會不舒服 然後像...我不知道是皮膚的關係 還是什麼就是 有些沐浴乳不是會強調是保濕 然後洗完會有什麼... 美白啊... 它的乳液的感覺什麼的 看起來水水亮亮 我用過一次之後真的嚇到 因為我洗完以後 我就... 就是... 你有看過驚奇四超人的石頭人嗎 有... 他就是變...你就變石頭人 就是身上一塊一塊密密麻麻的 然後你的體溫會比較高 就是要送去醫院急診掉臉地什麼 就還滿嚴重的 好可怕 怎麼沒有變啊 還滿恐怖的 而且啊 你知道啊 我就是在網路上看相關的資料 就說那個沐浴乳裡面的化學的成分 如果說你就是洗完澡 我們都為了讓小朋友的皮膚 被泡泡又泥泥 然後都幫他們擦Lotion對不對 擦Lotion會加速那個毒性的吸收 那Lotion是什麼 對... 有意的意 難怪這句接不到 難怪這句沒有在旁邊跟我生生日 不過剛剛雨柔在講 像我小孩子喔 他一般的香皂 他洗完以後 他全身都會紅紅的 然後三十分鐘以後 他會自動消退 後來用那個南橋水晶 就不會 對 所以我們要請問教授 剛剛在講的就是說精疲毒 一般我們的這個婦女 他在做家事的時候 都有戴口罩啊 都有戴手套啊 只有他們三個沒有戴而已 那這樣這樣的話 他還會經過其他的途徑進來嗎 當然會的 其中最大的一個途徑就是 經過空氣氣體出來 那我們的很多的這個產品裡面 都有介面活性劑 那介面活性劑裡面最常用 現在市面上最常用的 我們叫做LOSL 在這個東西是LOSL生產了它的副產品 實際上就是 一式二氧環基碗 它是一個致癌物 也有很高的揮發性 那嚴格來講 我們是希望這些產品 在生產完了之後 那個一式二氧環基碗呢 用所謂的抽真空的方式把它抽掉 但是大部分的廠商 都因為這樣的這個過程呢 花費比較高 他都沒有把一式二氧環基碗給抽掉 所以那一個致癌的物質呢 其實都會存在在那裡面 揮發的揮發了 所以會進來 所以剛剛講過說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有害的東西 很容易進到我們身體 呼吸是一個 經過皮膚是一個 對 所以這邊有一個表格 身體的一個各部位 它吸收的一個速度 看起來好像 對 其實 以這個手腕內側 當作一來講 手腕內側 當作一來講 對 我們最敏感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生殖器官 這小孩子 小孩子都要地上爬嘛 對 所以你在清潔這個個人私密處的時候 這個清潔的這個方式 清潔的產品 產品更要特別的注意 是 額頭六倍 背部十七倍 下巴十三倍 手掌跟腰下 手掌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用手去拿東西用 因為這邊的這個皮切子 是比較厚的 對 大致上來說 很多化學物質都會經過皮膚吸收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的皮膚 是好像是無敵的一樣 對 我們的皮膚其實是很脆弱的 真的喔 對絕大多數的化學物質來講 是很脆弱的 對 妳看我就知道 額頭才六倍 妳覺得我會掉成這樣子 妳就知道那當初 當初那個洗髮竟然多倒 真的啊 額頭才六倍 就全部都掉光了 真的喔 所以憲哥 等一下告訴我 是什麼牌子喔 那個牌子已經倒掉了 千萬不要用 對 不過妳有沒有想過 我們現在穿的衣服 對不對 裡面它有殘留很多的洗潔劑 每天透過妳的皮膚 那妳能夠吸收多少的 誘毒的物質在裡面 對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一一破解喔 我們這裡有做了一個表格 對 妳買的清潔劑 有強調這些效果嗎 第一個我們要看到的就是 清潔效果強 我們常常在廣告上面可以看到 不管是廚房的或是洗衣服的 都說一滴就可以把它清潔得乾淨 潔白無瑕這樣子的話 妳會考慮這樣的產品嗎 其實我還好 是我老公 因為他很多白色的襯衫 或者是T恤 所以他就希望有那種 然後又可以增豔 這個是清潔效果強的 強到清潔 因為男生啊 不是 男生容易流汗 對 然後像那個衣領啊 或是腋下啊 都會黃黃的 他除了強效還要再去買一些 特別像例如說衣領的 先噴完然後再洗 噴兩次 對 可是因為之前用強效的 我就發現有一些過敏的現象 怎樣發現了 因為我就會開始皮膚會癢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 是因為這個原因還是什麼 可是我用 我停止用這個 我只用我老公去洗 洗他的衣服 而且他還沒事 可是只要我衣服有一起洗 我會不就是 對啊 所以我就是想說他可以 我就讓他洗啊 像群蜂呢 群蜂是運動員 常常運動會不會清潔 其實效果強 對你來說很重要 很重要 超強 對 因為這種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運動完的衣服 都會酸酸 一定有臭酸味 對 臭酸味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這種 加強 加強版的 加強 又有香味的 對 又柔軟的 對 因為我們穿出去 都希望身上是香香的嘛 別人說他運動員就是臭臭的 雖然我身上是香的 但是有時候衣服殘留那些 會讓我覺得很不自然 好難切 我說他身上是香的 我該怎麼辦 但是其實你結完婚之後 對於選擇這些產品 就有一些改變是不是 對...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都不是很好的 你家裡有小寶貝嗎 有兩個 那這時候你會考慮的嗎 我會考慮就是 比較天然的東西 像我們大人跟小孩子的衣服 我們都是分開洗的 到現在還是喔 到現在還是啊 因為小孩子的 他有專門吃小孩子的 用的洗衣機那些 對... 大人就是比較隨便 那我比較懶 我三歲之後都混在一起 看得出來 所以小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了 對... 那宇柔咧 我會耶 因為我覺得沒有 對... 而且要正念 而且你知道我洗衣服 他不是那個 譬如說一桶的 然後他就會有給你標示說什麼 譬如說你洗什麼多少水位 你要加多少瓶瓶蓋什麼 我沒有瓶蓋可言耶 那妳就隨便倒下去喔 我就是憑我的感覺 我就是加多少 然後繞兩圈之類 然後就... 繞兩圈喔 那不是拜完拜再灑酒那個嗎 沒有 可是我就發... 因為我就學... 我就覺得說 它這麼少 可是那個水這麼大的桶 就是差不多啦 所以就乾脆再多倒一點點 對 我就想說多一點好 然後反正洗完 可不可以洗完我就發現一件事 結果衣服就... 太硬了 那為什麼會變硬的 以前我們媽媽 都還要再煮那個稀飯 去薑衣服啊 薑備丹啊 對啊 薑... 薑你聽到嗎 聽到嗎 就是... 什麼... 就是我們在煮飯 那故意這個 在上面的那個水啊 上面那一層 對 晃了 那裡暗了 拿去就要用... 浸一下 浸一下它就直接燉掉了嘛 燉掉下去就很漂亮 憲哥很可愛 它整端用台語在整端 所以你還是聽不懂的意思對不對 還是聽不懂 台語兩個字都聽不懂了 結果變成... 整端台語 好 大家有聽懂就好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清潔效果強的話呢 這些產品對於人類的這個人體啊 到底會有哪些影響 乾腎受症 北胖症 新陳代謝 我老公就北胖症 最近 而且啊 我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成分大家覺得很陌生對不對 對... 可是啊 你知道這個成分啊 人積分以唇指這個啊 是男性精蟲的殺手 不是唯言聳聽喔 真的是男性精蟲殺手 真的喔 因為當時那個陽明大學的陳美蓮教授 他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他們就去那個不孕症門診裡面啊 找一百個那個有不孕的問題的男性嘛 然後就去分析就發現 他們身體裡面的這個人積分的濃度 跟他精子的數量是成反比的 就是你身體如果你的人積分是越多的 你的精子的數量 你的精蟲數量是越少的 是 所以顯示說這個東西 可能會讓你的精蟲數目變少 這麼多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他也做過另外一個說 好吧 你想說那我還沒有決定要結婚 所以少一點也好 當作病育嘛 不行 為什麼不行啊 因為呢 他們也曾經針對那種 國中小青春期的那些男生去做研究 五百九十八個 就發現一件很妙的事 就是呢 大家是不是都開始 比如說 有些男生可能很早開始變身 或者開始有這些男性化的那個 他就發現這個人積分的情況 跟這個男生的發育是有關 就是如果人積分越多 他就越良 因為他的男性的特徵會更晚 真的 對 所以女生接觸到這些環性荷蒙 因為很多環性荷蒙 是比較像雌性女生激素的作用 雌性激素的作用 所以女生有時候會 你就是可能一直 還很女性化這樣子 所以不只是成年男性 你要擔心青蟲的問題 年輕的男性 你要擔心他的生長發育的問題 好可怕喔 那請問一下教授 我們現在衣服的一個玩購 一般來講 就剛剛買的都是越強效越好 那這樣的清潔劑 對人體的影響這麼大 影響非常大 我先分兩個階段來回應一下 好 像剛剛 老師你不要看我 我壓力了 因為你都加倍 以柔的那個情況 突然變很硬了 是一般的人 在洗衣服的時候 會做的這個事情 對 比如說現在我有 你這個比如說一個 10公斤的衣服 用30CC的清潔劑 對 那這30CC的清潔劑 其實一般來講 它的PH 都到達11 11 對 中性是7 7跟11差4 那差4的話 就表示它的酸鹼度 實際上是差10的四次方 所以你如果把30CC的這個清潔劑 你真的要把它用稀釋的方式 回到大概是中性的時候 30CC乘以1萬 你發現就是變成 也嚴格來講 你30CC的清潔劑 你拿去洗衣服 你的洗衣機洗衣槽 根本不到300公升 對啊 也就是說 我們用非常大量 超量的這個清潔劑 用進去之後 當然將來你再洗了之後 再把它沖乾淨 很不容易沖乾淨 可能沖了五次 都不能沖乾淨 所以就會有清潔劑的殘留在這裡 所以容易造成這個皮膚過敏等等 等等之類的這個問題 然後如果說你這衣服是乾的 你走在家裡走的時候 那揮一揮揮一揮 這些清潔劑 其實揮到空氣裡面 也揮到家裡面 所以這反而容易造成你家裡人 或者是小孩子過敏 所以我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應該是清潔劑的量 大家都要縮小到廠商建議時的三分級 三分級 30CC用10CC就好了 10CC就可以了 像人積分 心積分這個東西 實際上來講是介面活性劑 國家現在已經進行管制了 它是一個環境荷爾蒙 那也會造成我們所謂的 我們的這本身的免疫系統的 這個下降等等之類的 它是一個很大的這個問題 而且直接來講 嚴格來講 這是打DNA的 它是基因毒的 基因毒的 然後用多了 會造成我們的腎臟肝臟萎縮的 好可怕 另外一個就是 S L S 那個東西 大家回去一定要看 那個英文字呢 第一個字是S 第二個字是L 第三個字是S 那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非常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這個東西 S L S 對 也就是說 嚇起來 裡面會有 我剛剛講的 這個一式二氧環奇碗 這個東西 這致癌物 這個很肯定的 這個致癌物 好可怕 所以這種介面活性劑 種類很多 我們確實要會確認 是不是有了不好的介面活性劑 在裡面 對 如果有的話 這樣的產品 我們要盡量避免 所以大家趕快去看一下 自己家裡的產品 到底有沒有 對 現在我們的來賓 都有帶一些 家裡的一個衣物的清潔劑 我們請吳教授來幫我們檢驗一下 好 恐怖了 那教授今天我們要檢驗的是 檢驗哪一項 我們剛剛測這個 它的酸鹼度 我們一般來講 洗衣服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的酸鹼度 接近中性 稍一點鹼性沒有關係 對 有一點鹼性 會破壞油脂 但是太鹼性的時候 破壞你衣服本身的纖維 那越強效 強調強效的越鹼嘛 對不對 鹼性越高 對 對 那我們不希望它很鹼 對 不希望它很鹼 所以我們今天 三位來賓帶來的 第一個是雨油的 現在應該沒有人想承認吧 對 然後群工的 對 以樓家很多 加到衣服都站起來 對 但是這裡面 我們都有做了水 拿水去做了大概 這個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的稀釋 對 加水 稀釋 其實這個動作 也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如果大家家裡 有這種測試的柿子的時候 對 這個柿子 是一個告訴你 你的洗潔精 是不是加了過量了 所以很快測一下好不好 先測試一下 多少錢 這補充包 大概一包這樣 然後大概 一百七有找 一百七有找 你知道補充包 會比較貴這件事嗎 真的嗎 真的假的 真的嗎 那我們來 我們下次有機會算一下 它這個還好耶 大概六到七之間 還好 六到七 值得 算是滿中性的 你拿的是多少錢 我這是 它是洗衣粉 它一包才五十五塊 這個是郭仁豪用的 還是小baby用的 郭仁豪用的 郭仁豪用的 他用無所謂 是 因為他要強效 強效的 這個真的強效喔 很減耶 很減 已經到九十 有沒有 他已經到達十一 十一了 十一 十一了 難怪仁豪最近笨蛋 所以仁豪現在變胖是這個原因嗎 我害著他嗎 你是磨殺 沒有 我這個是非常非常的減 對 已經快到十二了 十一十二之間 是他買他要的 這兩個的酸鹼度 大概差了就是 差了上萬倍 郭仁豪看完這集之後 他不敢要擺了啦 對啊 他又張一點好 我們來測試這個 這個是群蜂的 這是群蜂的 完整張變黑色 不會 這個是你說婚後用的產品 對 所以是強調天然的 對 差不多三百塊 檢測一下看看他天不天然 還好喔 三百 差不多一百多塊 不錯啦 要表示他婚後 其實他並沒有真的婚 真的 他在六左右 六左右 那還OK 算是蠻中性的清醒劑 特別乾燈腎 一般好的那個介面核心劑 應該是蠻中性的 對 那你很強的這個 這個減性的這個介面核心劑 通常危險性都蠻高 所以我們如果家裡的檢查 在六跟七之間都算正常 算很正常 正常 不要超過七就好了 對 不要超過七 謝謝教授啊 就幫我們做了這些檢測 不過接下來我們還要討論 其實有問題的不只這樣而已 對 謝謝吳教授 好 謝謝金美 是 我們有時候在外面餵食的時候 吃水餃沾到那個醬料 不小心噴到白襯衫 對 那這個時候又要讓衣服又白又亮麗 那當然用更強有力強效的一個洗潔鏡 那這樣的話 對身體會有什麼影響 沒錯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一下囉 我們的第二個就是 潔白又亮麗的這個清潔劑 大家會選擇這一類嗎 裙風應該也蠻需要的 需要 對不對 因為你運動員有時候 你一定衣服容易髒 對 所以我們都用漂白 就把衣服先丟下去 你是漂白還是潔白 就是潔白啊 就是讓它泡一下 對 搓一搓 再丟去洗一經洗 對其實講到潔白又亮麗 大家應該都喜歡 又可以乾淨 然後又要護色嘛 對 真厭 那這個會有什麼影響 對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你選擇清潔劑呢 它強調的效果是潔白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衣服艷麗 它到底會有什麼效果 引起皮膚過敏抑致癌 真的嗎 數千真的這麼嚴重嗎 確實是 真的很多人 你可能莫名其妙覺得 為什麼我的皮膚老是在 不知道為什麼就癢癢 然後找不出過敏源 你可能要開始考慮 你的衣服的裡面 或你的洗劑裡面 有沒有這些可能導致 皮膚過敏的成分 所以這個成分是螢光劑 螢光劑啊或者是 因為像之前有個媽媽 她很好笑 她就是有一點點 比較小潔癖 所以比如說小朋友吃東西 她就一直覺得 你沾到東西來 媽媽幫你擦 她就會帶很多那種 有沒有 濕紙巾那種 然後每次都隨 一直擦一直擦 結果越擦越擦 你知道她小朋友後來這整片 都是那種 就去給醫生看 醫生就說 就問一問之後 她說我覺得你這個是因為 你的小朋友對那個 是一種刺激 皮膚刺激性的反應 那因為你這裡面 不知道有什麼成分 你一直去弄 一直去弄 反而讓它更嚴重 所以其實這些螢光劑 其實是可能致敏的 所以過敏源就是螢光劑 對 你其實可能已經過敏了 只是你不知道 你只想說我都找不出過敏源很癢 對 我們都以為說是環境的污染 或者是可能食物過 其實我們沒有去思考到 可能我們用的一些清潔產品 造成我們 對啊 因為我記得以前 我寫過一個最可憐的小朋友 他有一次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你衣服裡有沒有什麼 有一次他爸爸帶他去游泳 那帶他去游泳 他就想說反正小朋友就摸魚 讓他穿內褲油就好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那個游泳池 規定很嚴格 一定要穿游泳褲 然後他就想說沒關係 那路邊隨便買一件 結果我也要五十塊一件 然後就好紅喔 因為小朋友就喜歡紅冬冬的 那為一很紅 紅冬冬 給他穿上去 很高興那天就有了 你一回家就幫他洗澡 天啊 他整個小肌肌腫好大喔 腫起來 那個醫生跟我形容 他說那個腫的就很像 很大很大就對了 他說五歲喔 然後醫生就說 好大 這樣就寶 然後後來醫生就說 他就是應該是 那個他買來的褲子 那個可能有一些殘留的 不知道是一些化學物質 或什麼 陽光劑 或者是染料 不知道 那因為小朋友的 剛才有說嘛 那裡是最敏感的 所以就整個腫起來 吸收幾十倍耶 就馬上就刺激性過敏 腫起來 對 剛剛素卿講 有時候小孩子 流鼻涕這樣的話 衣服就出一個 那陽光劑就進去了 那教授 陽光劑對人體的影響 有這麼大嗎 很大 陽光劑現在 雖然是一個陽光劑 這樣的一個劑 對 其實代表了 可能用的化學物 可能大概有 七百多種化合物 七百多種 七百多種 然後裡面不乏 那是很毒的這個物質 在裡面 對 然後通常來講 我是把它當作是什麼 是清潔劑的化妝品 化妝品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本來我們的衣服呢 用久了 當然就會 比如說看起來 舊舊的嘛 褪色嘛等等 但是現在很奇怪 希望說衣服洗了之後呢 回去跟原來新的一樣 長白的很白 拿著有顏色的很鮮豔 有啊 廣告都這樣跟我們一樣 那其實你是不可能說 達到這樣的這個目的 是 你一台車已經 晒了二十年了 你像我晒晒的 用保養變成新車 就沒什麼可能的事情 人 一個人比如說 像我們已經六七十歲的人 你還想要化妝 變成二三十歲的小伙子 對不對 那是化妝品 那其實是沒有辦法 達到那種目的 所以螢光劑實際上 就是清潔劑的化妝品 他是怎麼樣呢 比如說你白色的東西 那用久了之後 他就黃黃的 黃黃的 那你有這個螢光劑 進去了之後呢 他就會讓你呢 太陽光一照射下來的時候 他藍色的光線能夠增強 那藍色的光線的增強呢 跟他本身黃色的光線 同時反射到我們的眼睛的時候 感覺是白色 感覺就是比較強的白色 所以他是一個欺騙人眼睛的做法 並不代表 並不代表你的衣服呢 是喔 所以我說他是一個 所謂的清潔劑的化妝品 對 那他對身體的傷害是什麼 有些 當然剛剛素卿講過 有些會過敏 然後有些分解了之後的這個產物 它是確實會致癌的 然後它會 以及我們的這個腸胃道的黏膜 黏了很久 分解了之後 它產生致癌的作用 那更糟糕的是 如果說呢 你用了這些清潔劑 像我們剛剛講的用很過量的 對 本來三十CC 應該可以讓你洗三百公升的 結果你的洗衣槽呢 只有十公升 你也同樣放三十CC 然後這螢光劑就會剩下很多 然後走到家裡的時候呢 全部都是 噴得到處都是 很多人是不知道 因為螢光劑在一般我們有太陽光 有室內燈光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螢光的螢光粉塵 晚上關燈以後覺得裡面好亮 但是你還是要特 你還要特殊光源 你還要特殊的紫外光源去照它 玻璃紙貼起來 教授有一次在我們節目當中 教我們就是搓衛生紙 也可以知道螢光的那個材質 對 教授你今天應該有法寶 教授今天又要帶那個 我們來看看螢光劑 到底怎麼來檢測對不對 對啊 好 那教授現在要帶我們來做 螢光劑的一個程式 我想大家非常緊張 這兩個第一個是誰的 我愛 是是是 其實螢光劑的檢查就是 等一下我們燈光要把它打暗 對 然後我們用特殊波長的紫外光 然後去照射它 對 那它如果有產生 藍光的反應的時候 就表示它加了這個螢光劑 那藍光越亮 就是螢光劑的亮越大 對 我們用這個 這個底部是黑色的 是 太藍了吧 這是很肯定的有的 超藍的 而且是不是螢光劑成分很多 量很大 這樣算量很大 那可是問題 你洗衣機裡面有的話 你家裡可能到處都有耶 對 不是你大人有 你說小孩子沒有用 但是你在家裡灰花出去 對 所以如果洗完衣服 先去別人家裡 甩一甩在家 對 最好就是一個禮拜 就到外面住五天 會來兩天 他最想好不好 都不用我來住了 你這樣一宣布 沒有人歡迎你到他地方 他會怕 那這個是Nina的 那是那個強效 強效的 來 來試看看 這是什麼 超藍的 好藍喔 然後這裡面 大家如果仔細看的話 它裡面還有點點 一顆一顆特別亮的 顆粒的 是 螢光的東西 對 所以這個的話 就表示這個裡面的成分 螢光劑是更多更多 這不但是加了很多 連空氣都已經結晶了 但是因為剛剛其實坦白講 燈藝觀眾 我覺得兩個都蠻藍的 現在可不可以請教授 兩個放在一起 同時幫我們做個比較 我們大概 我覺得應該是 不是啦 Nina的比較 我的比較 而且它是反白耶 為什麼這樣 那是因為它裡面 有白色的這些 其他的這個成分 但是以螢光的強度來講的話 左邊那一個是螢光強度 比較強的 就是這個 這個比較強 在觀眾的右邊 好 所以兩個比較之後 可以看得出來 Nina的真的比較毒 對 人豪的保險 我覺得多買一分 已經不夠了 對 所以要檢查一下 就是家裡的清潔劑裡面的 螢光劑成分 那所以有的產品裡面 是完全沒有螢光劑的嗎 蠻多的 沒有螢光劑的還蠻多的 是 那教授這樣講的話 我們建議大家去買一個 那個驗鈔的 對 來檢驗一下 那一直差不多五十塊 到一百五十塊 對 這個錢花的值得 而且一定要花的錢 好 謝謝 謝謝吳教授 謝謝教授 金姐妹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廣告說 衣服一定要香香香 對 柔柔軟軟的 像我先生就有這個認知 不是小孩子喜歡嗎 他有這個要求 老公就要求啦 他說衣服一定要洗完 就是香噴噴 他才覺得真的有洗乾淨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第三個要討論的 就是你家的清潔劑 有沒有常常看到那個產品 是強調會讓你柔軟 而且又芳香的呢 其實好像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是不是也都蠻喜歡這種訴求的 我對小孩 我是不會要 可是我在 小孩生產之前 就要生小孩之前 我老公就很喜歡 像到美國的那種大賣場 然後他們就是 他們的那個柔軟精都非常香 對 然後就是洗完的時候 你就覺得衣服非常柔軟 柔軟到他連內褲都是軟 真的 因為他就是 穿起來特別服貼嗎 對 就很柔軟 然後那時候像我們 有一次我洗床單 他香到 我塞在後面陽台 香到我 全部都是香味 這麼香 那太香了 這麼香會不會也有點 就是不太正常 那時候我就覺得怪怪 可是我老公就覺得 這好有美國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美國人 他們都很喜歡加這種柔軟精 怕我懷孕了 我就發現 我就去看了一些產品 就是把柔軟精拿來看 它上面就寫 它有著名喔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寫 對 那我懷孕了 我就覺得那更不行 所以我就覺得它應該是有問題 要不然它為什麼 小孩的東西不能用 是 所以從那一次開始 我就是我跟小孩子的東西 全部都跟老公是分開用 因為他洗 因為他以後自己洗好了 因為他喜歡要白 然後要柔軟 可是後來一次我有告訴他 我說你看 我們連床單洗完 都會變得很柔軟 真的很柔軟 很舒服 很舒服 可是有點怕 因為你反應很快耶 就很機靈耶 像我的話我就覺得 對啊 我覺得好柔軟 好棒喔 很柔軟 你看廣告那個壓下去 是真的會很柔軟的感覺 你連套上棉被 你就覺得這棉被看起來 就是很舒服這樣子 對啊 其實是蠻誘惑人的耶 那群蜂呢 以前我會用啦 現在不用 現在不會用啦 因為我覺得柔軟又芬芳 對不對 但是現在跟香水加在一起 我覺得味道很怪 感覺味道搭不起來 對 所以後來我就不太用膩 這麼好 不錯喔 那羽柔呢 可是因為我覺得生活中 就是什麼都要有香味的人 不管走到哪會用什麼東西 所以衣服就是一定要有香味 就是最基本的 就未婚的都這樣啊 這真的很基本 因為就走到哪都香了 所以因為剛剛之前 就有跟大家講過說 因為我衣服洗完之後 都會站起來 所以我就非常需要柔軟精 這種東西 然後可是因為你知道我洗衣服就是 我衣服洗完一輪之後 它都脫水脫乾以後 我會再洗第二輪 然後是加柔軟精 加那個柔軟精 我會把它分開洗 我才會覺得它是洗乾淨 就一定要這麼繁雜 對 而且你的生活真的很忙耶 它先用一個超強的清潔劑 把衣服洗到站起來 然後再加柔軟精 要它軟下來 它軟下來 你說它的人生忙不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清潔劑 它是強調柔軟又芬芳的話呢 它有什麼影響 對 會造成我們呼吸到黏膜的問題 淋巴系統的病變 淋巴是很麻煩耶 樹清這麼嚴重嗎 對 但是重點 其實不是柔軟這件事情 而是方箱這件事情的問題 是方箱不是柔軟 柔軟它只是可能去禁電或什麼 讓你不要那麼不容易 可是方箱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可怕 對 因為之前那個BBC 曾經報過一個新聞 對 它就是一個十四歲的女生 然後她就是她爸媽禁止她抽菸 結果她有一天抽菸 抽到又沒想到媽回來了 你知道嗎 想說死了 這時候即使你趕快弄掉 還是會有煙味對不對 對 所以她做一件事 她就燈死了 趕快躲到衣櫃裡面 想說先不要被發現 然後她就拿了一盆芳香劑 是 開始噴 因為有些可以去掉身上的煙味 她就噴... 噴完之後媽媽就開始發現 衣櫃那樣一直哭哨 她就一直咳嗖 後來她就這樣子噴 在密閉室裡面噴完之後 開始咳了之後 幾天之後她送菸她死了 什麼 結果他們發現 醫生就發現她曾經有 可能類似有呼吸道出血 或什麼樣的狀況 或許她是身體有一些 過敏的反應或怎麼樣 或是呼吸道水腫或幹嘛 那總之呢 後來她就死了 所以她媽媽那時候 就非常傷心 她說我早知道讓她抽菸 才不會死那麼快 對 可是她不是唯一的個案 因為好像在美國 也曾經報導過一起案例 是十六歲的青少年 那還是可能不知道 她本來想要車子裡幹嘛 她想說待會兒女朋友 要來幹嘛 就在密閉的車子裡面 噴了很多很多那種芳香劑 因為可能以前都在車子裡 抽菸覺得很臭 對 噴了兩瓶 結果後來發現死在車子裡面 兩瓶也太多了 對啊 它是超過量 可是也太毒了吧 對 剛剛蘇星在講 我第一次買車的時候 以前都有那個 放著一瓶那個芳香劑 都有啊 對不對 然後放在冷氣的旁邊 故意讓它這樣子 但是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後來我就把它拿掉了 原來那個就是芳香劑的那個危害 那教授這個芳香劑對人體的危害 這麼嚴重啊 很嚴重 那個很多人不知道 對 我們負責在訂這個國家標準的人 我們很清楚這個東西 對 隨便你拿一個這個芳香劑來 假說現在是一個比如說是 什麼廁所的芳香劑啦 對 家裡的芳香劑啦 車內的啦 假設很簡單 就是一個薰衣草的好了 大家去查我們國家標準 對 六四五八 六四五八 CNS六四五八 那一個芳香劑裡面 就有大概 二十幾種不同的化合物 那也就是說 這二十幾種化合物呢 各有它的不同的毒性在的 所以不要只是 複合性的中毒 對 二十幾種的毒物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然後即便是這個委員會 我們這個國家標準的金油委員會的委員 幾十個 是 都沒有辦法完全搞懂 這個東西加起來 它的毒性會變成什麼樣子 不坦白說 太複雜了 然後廠商大概也都不知道 我再舉一個例子 假如你拿來是一個迷迭箱 對 你看國家標準六三五零 裡面也是二十幾種化合物 所以任何一種芳香劑 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這個東西 化合物種類很多 具體表現出來的毒性 每一個都不一樣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 這個合成的效應的這個毒性 是大家沒辦法想像 但是廠商可以隨便去加在裡面 對 所以等於是大家 等於是加了自己都不知道 有多危險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我不會反對大家說 用這個所謂柔軟精 對 因為大家有時候用多了 這個所謂界面活性劑用多了 柔軟精是有機胺 有機胺是一個洋離子界面活性劑 一般大家所在用的 像剛剛用的那不好的SLS 這也是因離子界面活性劑 對 你加進去了之後 在清洗的過程當中分個幾個步驟 你就把它中和掉了 然後用水把它沖掉了 對 就避免有太多的 我們像這個SLS 那一種不好的界面活性劑殘留 所以你用所謂的有機胺的 這個柔軟精是OK的 但是你如果在柔軟精裡面 加了很多的這個方箱的這個東西 或者是比如說有一些是 好像是類似做成紙一樣的 這個柔軟的柔軟劑 這些東西如果有香味的 這都應該要把它避免掉 他們家香到整個客廳都這麼香的話 是不是趕快把窗戶打開 它應該是趕快強力的這個通風 我們現在一般人生活的環境裡面 需要這個氧氣 讓空氣百分比是百分之二十一 那因為污染的這個結果 通常都不到百分之二十一 你進來這氧氣的百分比是不足 每一次呼吸是不足的時候 長期的情況之下 你更容易得到所謂 好可怕喔 那一般教授 像你家裡的話 你一般用這種東西嗎 其實最令人 最令我至少我放心的 就是很單純的肥皂 肥皂 肥皂就天然的肥皂 用比如說動物性的脂肪 野脂油啊 對 這樣去做出來的 什麼都不加 我是香皂 我是肥皂 不是 就是肥皂 那你可以用肥皂的 你可以用肥皂絲 對 那這些東西因為它都天然的 你說肥皂絲丟到洗衣機裡面去洗喔 對 不可以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怎麼樣 用了這個肥皂 用了肥皂 現在外面可以買了很多 非常便宜 比這些合成的清潔還要便宜得多 然後你用的量不要大 對 用的量不要大 然後你在用的時候呢 如果家裡的這個洗的時候 是可以用溫水的時候 用一點點溫水沒有關係 所以我常常建議人家 你買衣服喔 要買那個溫水也可以洗的那種纖維 對 是 因為溫水可以幫助這個洗淨的這個作用 然後洗的時候呢 讓它多一點點 我們的這個肥皂 或者是液體肥皂 跟我們纖維接觸的時間 泡久一點 泡久一點 攪一攪泡 然後再攪一攪泡 這個時間稍微增長 你即便用很少量的這些肥皂 或者是液態肥皂 還是可以清潔 一樣可以達到非常好的清潔效果 那教授你家裡用什麼產品啊 這樣子會不會怪一點 直接照照 教授不是直接用水洗嗎 用水洗也很好喔 可是難免洗不乾淨了 洗不乾淨 我剛剛講說 你如果能夠用冷水洗 用冷水洗就洗乾淨了 不能用冷水洗用溫水 如果溫水洗不乾淨 你加一點點我剛剛講的 液態肥皂肥皂絲 或者是肥皂去洗 其實吳教授剛剛講那個 以前我們的阿嬤在洗衣服的時候 襯衫很髒嘛 兩隻袖子都是用那個水精灰灶 先抹一抹 刷一刷 刷了以後 就用一點點水泡 泡差不多三十分鐘以後 然後再去洗 而且我覺得很多阿嬤的秘方 真的是讓我們省錢 然後又可以減少汙染 你看比方說 阿嬤都教我們 是不是洗碗用洗泥水就可以了 對 然後擦地 其實用蘇打水 小蘇打水就可以了 然後小蘇打水加了醋 可以幹嘛呢 對不對 對 像你怕髒啊浴室啊這樣刷 我跟你講手又不會過敏 然後又省錢 而且重點是用環保 對 對不對 是 好 那也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囉 對你這個平常居家的這些 生活用品啊 稍微注意一下裡面的成分 就可以保護全家人的健康 是 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要跟你說 教授 你越說越清楚 我越聽越糊塗 幸好我有一點功夫在 你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 斷絕不需要的方向劑 還給皮膚一個乾淨的呼吸空間 沒錯 我們知道了 怎麼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之後呢 那我們活得長長久久 活得長長久久 我們就需要存養老金囉 對 憲哥出心書了 要教大家一個存好苦 讓你小錢變大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